这个部位的吧就是那个吊龙了 肥瘦相间的 口感会比较好 现在那个市场上牛肉那么贵 五六十一斤了 这边一个人才 中午才七十八晚了八十八 所以这便便吃个一两斤就回本了 老板要猜要怎么赚钱 美食就是生活生活就一顾吃大条 我是老婆 很久没有吃那个牛肉制作的 日本是要求马上安排 新开一家在仙业路这边 走吧 到了哇这个门面 可以啊 先挪回这个瓜哥 你说这个有这个海鲜我们不来点酒啊 吃不出来 这都是你点的啊 那边都是吗 都吃了 啊应该差不多 我们能吃啊 好再喝再喝 熊哥他说随便点了一点 这个皮皮虾就像是活的 哇 准备吃肉了 这边的话 那个午餐是七十八晚餐是八十八 我感觉挺不错的 主要是有新鲜的东西 这个牛肉看见挺新鲜的 颜色还是蛮好看的 我感觉好像很红 这么红啊 哈哈哈哈 这应该是嫩肉部分的 在哪里呢 行吗 你是不是点点部位点错了 那么怎么感觉点老 是啊 那点那个嫩肉了 嫩肉不要点 你要就点吊龙和那个食品 叫龙食品是最好吃的 那肯定是嫩肉了 一点那个肉鸡部分的话都没有啊 那肯定是嫩肉了 那肯定是嫩肉了 这个就点对了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吃饼的 你开头你就吃嫩肉 不吃饼 多么活跃的皮皮虾 来 让他再多活一会儿 我们先吃牛肉 啊 第二碗 这个小米辣好辣 怎么又吃到这么多这个嫩肉啊 嫩肉吃起来会比较 比较老 要加多久一点 贵啊 第三碗哦 来 敬你们 以肉带酒啊 要是我的话这个嫩肉我一般都不会点 太被牙了 哎有些好的一般的弄肉也很嫩的是吧 嗯 嗯 我前天的灯肉不好吃 好吧 看哦 这个是那个吊龙 这个肉最好吃的 他这个肉精播的话会比较散一点哦 然后也掺杂了一些一些啊 金啊肥肉啊 嗯 嗯 口感就很多 嗯 口感就很多 嗯 嗯 自己制起来的话还不错啊 他那个里面的话有有很多筋的 啊里面这样子的气口会比较多 嗯 本来这个肉的话那个 牛肉不是非常多放的不是不是非常多 事实上没有没有那么那么的扎实吧 这家是那个海鲜牛肉之助吗 还有这个鲍鱼肉 多的 这份什么肉 怎么这么黑 黑猪肉吗 闻起来闻起来的话感觉还是还是新鲜的 这是持饼的 非常好看啊 这个制作是最好吃的 嗯 又吃到蛋糕了 嫩肉骨肉 竟然还叫嫩肉骨 哈哈 嗯 哎呀 打斟料去 这一般 比较老 嫩肉 你确定没有点嫩肉吗 没点 但是他会上 嫩肉比较便宜的 嗯 这个 白夜啊 牛肉是一直上 距离吃了多少我也没吃 嗯 熊哥点灯 哎 你下手优质点了 哈哈 白夜挺脆的 吃完这些牛肉 就吃海鲜 皮皮肉银 怎么到现在这么多 熊哥你不要再点了 晚上的话 那牛肉不要吃这么多 哇小辣子 对对对 差不多就好了 嘿嘿嘿 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吃牛肉的朋友 吃完就吃海鲜 我相信你们也等了很久了吧 看这个比比加放这里 那动到了半天了 求生育啊 这是求生育 哎呀 差点砍到牙 这个活的皮皮虾 它的口感很好 很鲜 喜欢吃皮皮虾的朋友来这边 就光吃这个皮皮虾可能都能吃灰粉吗 现在皮皮虾挺贵的 哎 叶到过年的话 各种啊海鲜的东西啊都涨价 下面的卖到100块钱一斤 好了 这期视频跟大家要说再见了 我喜欢的话慢慢吃了 喜欢的朋友这个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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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